拍摄到高雄这名黄姓的远警 他翘班 那么还面对镜头呢 对记者咆哮足足15分钟 我们看到当时引发的警方到现场呢 那么却向这个黄姓的远警说 学长不用担心我们会处理 继续拉着记者上车 那么呢我们看到 到底这样一个情况继续来了解 看到三名远警赶到现场 黄姓远警气焰更嚣张 我现在在这个地方啦 电话那个一直联络不上 那你能不能请那个 你们的那个远警过来这边 你请你远警过来这边 到现场的远警 态度似乎偏向 同为警察的黄姓远警 五人五人五公的五人间 你能够到处警察局来找我 对对对 你请你的 他是水山多所 不用担了啦你干嘛拍拍了 奇怪啊你 我看你到底是冬天 听到了吗 支持远警向黄姓远警安抚说 学长我处理就好 和对记者态度差很大 要还原真下实地走访办案的派出所 所长却拒绝看待 记者和黄姓远警都是当事人 警方只拉记者上车 黄姓远警却自行骑机车到派出所报道 黄姓远警报警 警网立刻赶到 记者要求等认识的远警到场 警方连五分钟都不愿给 一路跟拍的记者 此时被六七米远警压制拿摄影机的手 最后摄影机镜头往上照 变成了黑画面 无法录影 到了警局 记者被请进小房间 黄姓远警却能在派出所自由走动 通常的状况 警方两种扮演标准 有无大小眼 自有公断 中文新闻成古民许崇文 高雄报道